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 12月23日 剛剛幾個小時之前 特朗普總統 舉行了一次緊急的 這個講話 這次很奇怪 也不是很奇怪 也是因為 這個 講話的必要性是十分之重要 所以是一個爆炸性的新聞 這次 這個 武漢肺炎的救助方案在美國 其實整個美國等了很久很久 大部分人都很關心這件事 因為特朗普的新聞是被主流傳媒封殺 所以 貧富大眾 所有 大部分的美國人都是被蒙蔽了 每天都是洗腦 說特朗普怎麼壞 但是 他正常的事情 也不報 武蔽更加不會報 這次特朗普透過 這個 緊急的講話 使得市民 知道了這次選舉的真相 也知道民主黨提出了很多無厘頭的法案 國會提交了 5,000多頁 5,000多頁 這個法案 是要做緊急的武漢肺炎支援方案 但是裏面 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項目的支出 基本上完全 都不是用在美國人身上的 特朗普 在四分多鐘的講話出來 一一講出來 那些數字確實是驚人 我們簡單說一下 因為 這次他們的 派錢方案 說了五、六個月 一路拖一路都沒有結果 很多小市民 當然是沒有錢過活 又失業 又沒有錢 房屋支援又不行 中小企又沒有錢 現在快要過節了 所以一定要在 過節之前搞定 本身這個 緊急的武漢肺炎援助方案 總共有5,000多頁 我相信國會裏面參眾兩院 都沒有人看過 但是他們竟然全部同意 現在就交給特朗普去簽 特朗普是不簽的 因為裏面有一個隱藏條款 就是 要他們 不讓特朗普去追究 那個選舉舞弊 當然這個當然不行 他們為甚麼會有一個隱藏方案呢 他們當中收藏了一個廢除總統使用反叛亂法的方案 那麼 他們就希望 放在裏面 運行過關 但是參眾兩院 全部都被騙了 因為 沒有人會有心思看 五千多頁 五十頁也難看啦 英文 何況五千多頁也難看 沒有可能的 但是其實奇怪的是 參眾兩院 原來全部都被騙了 現在就等特朗普簽 特朗普一個反對 CNN繼續抹黑 說特朗普不簽 拒絕派遷 拒絕這個通過方案 但是所以特朗普就即時 出了一個緊急的講話 沒有辦法 現在美國是沒有辦法 不將他轉播的 這件事 也等於將整個形勢扭轉 怎樣扭轉呢 因為 特朗普用他的總統權力 就 宣佈 這個方案如果他要做的話 就每人 每個美國人派2千元 一對夫婦就4千元 但是裏面很多方案 他是不要的 例如是甚麼呢 特朗普讀了很多數字 基本上 大家聽到是會笑的 他裏面的方案 反而對外國的支援很厲害 例如 13億用在外國的軍事融資 1500萬美元用在巴基斯坦的民主研究 1000萬美元用在巴基斯坦的聲別研究 夠不夠古怪 不止 還有 就是 他用在埃及軍方的支援是13億美金 用在蘇丹是7億 烏克蘭是4億5300萬 以色列是5億 緬甸是1億3500萬 我們支援緬甸 尼泊爾1億3500萬 柬埔寨8500萬 委內瑞拉3300萬 巴基斯坦 2500萬 剛才說了2500萬 這些錢 基本上 尤其是蘇丹 埃及 烏克蘭 以色列 緬甸 尼泊爾 柬埔寨 委內瑞拉 很大機會就拿錢買俄羅斯的軍備 哦 竟然你們這個參眾兩院 這個法案 到底是扶持俄羅斯 還是扶持美國人呢 而美國人 只得到可恥的600美元 所以川普 是 不收貨 拒絕簽這份 協議 川普即時提出 如果你要簽 就將每個美國人加碼到2000 這宗消息即時在美國 成為最關注的新聞 成為最關注的新聞 而川普也趁著這個講話 將這個大選舞弊的情況 說出來 令到所有美國人都知道 因為這件事你不報是不行的 這件事一出來 是即時令到美國的局勢 政界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原因 就是一直都挽救川普的佩洛西 或者一些極左的人士 例如 桑德斯 以及極左女兒 叫做AOC 他們 都一致同意特朗普每人派2000元的方案 表示會支持 反而有一個反對 就是共和黨 這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麥康萊爾 這個 老婆是趙小蘭 趙小蘭的老爸 就是江澤民的同學 而他們 是用大量的中共財富幫他一步一步進入政界 打入政界 參選參議員 到了做議長 也是中共的指金支持 他率先承認 拜登 亦呼籲 共和黨人不要阻礙1月6日 這個通過 當然 現在反而 左中右整個政界 美國政府 整個政府裏面 參眾兩院 只有他一個反對 大部分的人全部支持特朗普 現在新提出的方案 所以現在他就是屢外不是人 成為眾矢之之的 尤其是左派更加瘋狂攻擊 現在變成了整個局面 如何變化呢 就是 整個美國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特朗普一個人身上 而且這個 派錢方案 每個美國人派2000元 怎麼都好過 剛才特朗普朗讀了一堆東西出來 朗讀成怎樣 還有 用250萬元研究餘類 用肯尼迪中心 用4億多 維修肯尼迪中心撥款 那些現在全部都不開放的 他在 很多 國內現在一些都不會開放的機構 撥款撥了很多錢 為了很多機構 不同的機構 爭取了撥款 但是美國人只得到可恤的600元 所以他反對 而這個消息 也使得 很多民眾即時覺得 原來總統幫他們做了那麼多事 我們是不知道的 而反而 那些國會議員就 那麼無厘頭 資助俄羅斯 資助其他國家 這件事 其實 是變了 民間所有的焦點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就是特朗普 而特朗普 這次 是成功的 擺脫了 甚至打破了這些主流傳媒的封殺 因為你這麼重要的說話 主流傳媒不可以 不報 亦都想作 假消息 誣衊他 像是CNN 想繼續誣衊他 說他不肯簽 拒絕 拒絕這個窮人 拒絕這個幫窮人 搞到 美國人失去了600元 但是沒多久 廣開廣話 即時爆出來之後 現在不是600元 是2000元 他說如果要派就派2000元 而不是派600元 大家想想 這個是最有效的方法 直接了當KO民主黨 直接了當KO拜登 好了 因為這個方案 是要總統要簽下去 就可以立即成為行政命令 如果可以的話 美國人 每人可以得到2000元 你想想想 一個動作 把 把麥康內爾 打成反對 打成罪人 成為兩黨共同罪人 成為全國美國罪人 然後 左派也支持這個法案 主流傳媒也突破了封鎖 也被迫要報 真是十分之高明 當然裏面廢除了那些條款 給剛才那些外國組織 或者那些 支援 以及用在魚類 用在肯尼迪中心 國家 國家藝術館那些部份 全部都Cancel 根本 不是用來救濟市民的 你是趁機打劫這個國會 好了 5893頁的 這個 法案 老實說 純粹是駁你不看 當然也有很多很懶的共和黨人 看也不看 五千多頁怎麼看呢 叫你通過 PASS份額 PASS份額給你五千多頁 你也不會下載啦 下載也可能要一個小時啦 今天今天監有監輸你 這次 其實 等於打了一張 很大的牌給川普上 現在川普 謝謝你 即時 向全國公佈 派2000 每一個國民皆大歡喜過聖誕 我認為美國現在的局勢轉變得很厲害 這件事 特朗普都拿了份 也將於有利於他接下來的 1月6日 大決鬥 民情也有開始轉變 我們期望接下來會有好的開始 以及有好的結局 聖誕美國人收到一份大禮 希望他們會作出一個更加明智的選擇 這節時間說到這裡 拜拜